今天的依次个股推介是 《药明生物2269》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话组 简选原因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提出要做好病毒变异跟踪 和新疫苗新药物研发等等 医药相关股之中 药明生物盈利表现出众可以加以关注 按2021年销售收入计算 药明生物是全球生物药研发服务 外包市场第二大企业 市场份额是10.3% 由于综合项目快速增长 公司过往业绩是优秀 2017至2021年 公司收入和盈利复合年增长率 分别是六成和八成九 就位于商业化加速放量等 公司上星期发了营起 预料上半年收入增加六成一到六成三 盈利增加三成半到三成七 全年来说按彭博综合预测 药明生物2022年盈利预料增加三成半 今后三年盈利科学年均增长率是三成半 走势上 药明生物在六月底升 穿下降轨 五楼转下跌趋势 策略上建议等候75元以下小柱收集 目标先看月初高位87元 大罕给予它的平均目标价 在盈利之后升到大约116元 中善可作为参考 跌穿72元就自舍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